今日是你生辰,就该开开心心,这种事啊,交给朕就好。 冲苏炳善吩咐了几句,苏炳善走到莫回岩身边,正在与他说些什么。 最后,他抱着南宫月随苏炳善出去了。 别生气了,父皇不是替你出气了吗? 我不是气我自己,是气他们这么快,就视元宝为眼中盯了。 他们要动我可以,我虽是奉陪,但这才什么时候? 元宝今晚才出现在人前,他们就迫不及待想要除掉我们娘儿俩,今后这样的事只多不少。 放心,只要本王在,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 怎么了? 冥王妃,我家王妃,我家王妃精神好像不大对。 仔细说说。 王妃昨晚昏迷不醒,早起倒是醒了,不过,不过寻死觅活的,奴婢几人拦都拦不住。 寻死觅活? 哼,昨晚不是在御花园就已经寻死觅活了,这回子又是在搞什么? 为了什么寻死觅活? 奴婢也不知。 秦四雪,傻了吗? 王妃,三王妃这是怎么了?见鬼了吗? 秦四雪,别装疯卖傻。 你是谁?你是谁?别靠近我,我,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什么都没做过。 你当真不认得我了? 我知道错了,我再也不敢了,我,我是个坏女人,我为了当皇后,害了好多好多人,我再也不敢了。 燕王妃,求你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。 敲着哭得,情真意切呢?王妃,三王妃,这到底是经历了什么? 谁知道呢? 许是昨晚撞坏了头。 秦四雪,你真不认得我了?那你可还记得你的夫君莫回风?你的两个女儿,莫之情与莫之语。 我不敢了,我真的不敢了,燕王妃,我不敢了,不敢了。 有趣,疯了一个。 疯了?好端端的三王妃,怎么疯了?难不成,当真是因为昨晚撞伤了头? 或许吧,既然你们家王妃疯了,还得找太医来瞧瞧,可要把她看好了,莫要跑出王府,以免吓坏旁人。